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今天講解希哥的兒時偶像 九餅裡其中一餅 叫做富穎 在報紙說 拒絕潛規矩上位 講到自己已經沒有想過自己會紅 大講潛規則 講到潛規矩前 一定要找到希哥 因為我認識希哥就問他有什麼偶像 他竟然說小時候很迷符榮 為什麼小時候 迷到他的書 寫真集全部賣光 嘩,這麼厲害 但沒有買他的碟 是嗎? 只是喜歡看他的樣子 覺得他漂亮 很漂亮 那時候就是他跟鄧麗欣鬥 看誰比較漂亮 然後他家裡是金色頭髮 是贏過鄧麗欣 他現在也是金色頭髮 無端端又說這些 可能最近Staffy真是很紅 算是很紅 現在又拿了影后 周圍地鐵站 間中都看到他 有廣告 又可以在ViuTV跟MIRROR聊聊天 那些 是一個前輩的身份 富永這次出來說話 富永就是我以前的同學 同班同學的同學 加恩我們那時候轉校 他讀聖馬可 然後有些同學轉了一間新學校 我也是轉了一間新學校 有個四眼仔 跟他拍拖 我們認識他 又說到 你知年輕人的天花狼鳳野 都不知道是不是吹水還是真的 很多 原來富永今年才36歲 也對 因為我小時候再重複一年 我的同學就是小了一年 她是36歲 叫什麼名字 Theresa Theresa 原來早年轉戰內地發展 她也算是回內地還要不起那些 是不是 經理人不行 是不是 不知道 她裡面說到潛規則等等 看看她怎麼說 我覺得大陸太多美女 有很多已經是學院出來插旗 26都大了 36怎麼搞 這些要在香港有名氣有名銜 上去才好穩一點 其實 我們講完新聞慢慢再討論 做過很多劇集 說在大陸電影都有 說她吸金力強 回港後 入住市值過千萬的海景豪宅 原來有些錢 可見她的生活水平都不錯 Theresa 除了不時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的生活和Keep fit之外 也會大談自己的見解 日前她以女藝人的悲哀為題 分享自己在娛樂圈打滾多年的心得 更當中談及潛規則的看法 直言自己沒有辦法做到不擇手段上位 堅持要靠自己 她有說過嗎? 你剛才跟我說 她說過呢? 她說過 我忘記在她的書上說過 還是在訪問上說過 總之她說過 她說她回大陸發展的時候 她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姐妹 誰知道她的姐妹是想賣掉她 是嗎? 然後就遇人不熟 我怕她說自己只有兩筆東西上去 總之只有很少錢上去 這次是小茵茵的故事 又是想賣掉她 這些究竟是不是呢? 她裡面的內文都沒有提到 希哥在爆料 她經常說的話 就有不同的版本 好像我跟同一個人 經常都會說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說一次半次 就可能一個版本 那就會說很多次 這次說到日前與朋友談及上位一時 朋友A認為 只要可以上位 無論做什麼都可以 但Teresa就說 我接受不了 一口拒絕 冰青玉結 這個事件 這個事情對我來說是OK的話 她說我應該很年輕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已經可以了 不用去到37歲的時候才OK 我相信她以前一定會多些人去問價 問她行不行 紅的時候應該就更多這些被問的機會 不可能 這個一把年多了 現在的女生 十六七歲 不要說到這麼大 十四歲都說出道 十四歲 都能生出 這些可以做媽媽 37歲 那她也保持得不錯 對 她的樣子沒有怎樣變 算是挺漂亮的 OK的 她說 37歲 不做這些 這樣說 她說 她們覺得 Julisa如果什麼都不願意去做的話 那你就不要想著自己會火 就是大陸這樣說 火就是紅 她說 如果你什麼都不行 你不要想著自己會紅 那就是 你回到36歲 想著紅 真的什麼都可以 我最近看到有個女生 選了什麼什麼的 剛剛上了北京 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在隔離 究竟在做什麼呢 其實 是不是一定這樣做就會成功呢 我覺得這樣做也未必可以 有些人是 只不過是 我覺得是 通常有些人說 肯定說 有氣開 如你類主角 然後再跟你說 這部電影已經取消了 又說變什麼變密 那你不行 你不行的時候 就好像被人白刺 正所謂 但有些女生是真的 沒有所謂 就覺得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那樣東西 就問我給你 我OK的 你聽過這個版本 我也聽過 這樣而已 OK的 有些女生也是 是這樣的 好笑的 認識的 認識的 不說誰 那幹嘛 為什麼經常怕我被人騙 騙什麼 騙睡 最多都是被人搞 我OK 這樣 我也聽過 我覺得 不是你說可以 就100%是可以 你是可以了之後 就算那部電影 即是開不成也好 真的買不到碼頭也好 你這次不行 你下一個你又可以 你下一個總有一個可以 對吧 可能一百個裡面有一個可以 但你睡了九十九個 我那時候跟一個女生朋友說 她很認同 都是做這行 我說 你想做戲 你不是來做雞 我這樣跟她說 我問你做什麼 現在 我會說 你覺得真的很有道理 我說當然 你不要看有些明星 真是明星 半邊雞 然後她很肯定問我 你說什麼 半邊雞 然後她說 你說得真的很有道理 不用 我跟我說 真的沒有辦法 我看到某些我會這樣形容 但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 而且我都沒有東西爆 我就是覺得 如果有些女生 這樣去換某些東西 我覺得是不值得的 你不是真的喜歡做戲 只要做delivelet 對 不是喜歡 delivelet 就是送外賣 不是做那些 當然 你說這些所謂 飛上枝頭邊鳳凰 入了這個圈 很多人都會選擇走這條路 喂 讀書又不多 除了有幾分知識之外 不做這些做什麼 那時候有些朋友 分享下來 就說 有些女生 漂亮得 不是說真的那個staffy 真是東莞staffy 然後就去問他 哇 你知不知道你漂亮得明星 為何你要做這行 他說 我漂亮 我不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 我問你 我漂亮 我不做這些可以做什麼 真的 所以這些 各人有各人的 嗜好 或者理想 人各有智 Telisa 她就 沒有了 她說自己不搞這些 就說在這個物質的時代 要攀附的時代 如果沒有去除波逐流 你就不入流 我明顯在他們眼中 就是那種 不肯入流的藝人 不肯入流 還是不肯入流 都是一樣的意思 不想跟他吃同一鍋 同撈同煲 是不是呢 他說是 冰青玉潔也有樣子看 他一向都很均裂 怎樣均裂 最紅的時候是跟羅總謙炒大王 他被條仔打 然後他就 沒有理經理人 就直接上網唱衰條仔 然後事業就開始插碎色 誰知道那個人就隔了一個闊太 是嗎 我也不理人這些事 有這樣的事嗎 不知道 都可憐 如果他放在這個世代 嘩 家暴女拳 他會贏 是呀 那個年代的人 打完人 或者什麼都還在 很多 有些我講說 你放過別人 以前的事 蛤 我說我放過他 那次不知說到誰 有個主持 之前有一件事很出名 我什麼中巴 然後說 人家這麼多年前的事別說 咦 這麼多年前都還在 還嫁得很好 隨便 總之 這些是他們的事 究竟是不是我們都是看八卦雜誌 還是小時候看 因為他們都不是現在的藝人 你說現在的女生流行什麼 追紅是誰呢 你覺得現在的女生 會不會都是聲夢那些 是嗎 不是被拼了 不是我的LISA 不是 外國就是 香港好像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說是花姐 哈哈哈哈 很難說 喂 現在要在網上說一下 都不要緊 發表一下意見 說回Therisa 坦然入娛樂圈 名利就是最終目的 但入行多年 她始終沒辦法接受潛規則 她說我們苦心自問 我 好像沒辦法 這麼多機會放在面前 隨便找一個 我都能夠實現他們所說的 不顧一切上位 不顧一切上岸 不是的 我覺得不是的 你看得簡單 不要的 有些就一鋪就埋到張單 有些不是的 幾鋪都才埋到 有些就真的是 真的 你看你真的 遇不遇到一個真心 你真的找到一個真心 你說上岸上岸是埋單 結婚 有些人說到富豪Dude 變成上樓社會的Dude 也有 不一定 不一定 搞得到的 她說她身邊 很多機會在前面 其實這些 我覺得她低估了 我剛才這樣說 應該這些是要 事源有事 事源有事 會有失敗 總是有些空心老官欺騙你 誰的楊思琦也很麻煩 她想說 有錢的 這傢伙 不是的 空心老官 這些新聞 我隨便說一個也有 我覺得她比較難 你說Chulisa 對 為什麼 因為她睡覺也很講究 她睡覺也要戴眼罩 室而室 她一點光都沒有 然後一點聲音都沒有 才能睡得著 她很難睡得著 連這些你都知道 那些書都寫了 你真是忠粉 你說她不行就不行 但我也覺得她不太行 其實有沒有身材 我覺得她好像沒有 她OK的 都有的 但不是巨的 那些 OK的 是不是 當然有明星有光環 有高有上手腸腳腸那些 有明星有光環會好些 說真的 現在這個年代 她說我不搞這些 我相信她不搞 但不是那麼容易搞的 我覺得這些不是那麼容易搞得成功 要千除百年 我覺得是 不是說一此中的 她喜歡搞一些巧克力多些 為什麼呢 她喜歡自己自小一點 低卡巧克力 然後再加一些 椰子碎 那些 哦 是啊 我真的喜歡弄東西吃的 是啊 健身 不喜歡給別人吃的 哦 那再分享了 Tulisa 我跟朋友說 其實我已經沒有想過自己會紅的了 我現在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不想自己去做一些我會後悔的事 不想做一些會違背自己良心的事 我只 可能只能做一個平平凡凡的人 當然 我也希望讓更多人留意到我的作品 這個應該是一個每一個演藝工作者的希望 的事 說到這裡 你說她會不會紅呢 我覺得真的很難說 說不實的 就像法拉那樣 法拉是不是很厲害 當然法拉那時候也很紅 在TVB 每次都女一 拍張自立那些 但是她不做就不做 我覺得你說紅不紅 看個人有沒有 上進心 要學一下英文 大陸不行 你有沒有試過荷里活 大陸也不行 還在荷里活 是啊 試一下嘛 那有沒有試一下波尼活 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你學一下外文 其實你說演員 什麼文應該懂 他們如果有這份心 紅不紅不只是說什麼 我覺得 不只是說賣身 可能 這是一個方法 還有其他方法 你看了它這麼久 你覺得影視作品行不行 說真的 你是她粉絲 我覺得她養多個 但她很努力 她從很小就已經入行 很小就很努力 我從小就入行 都熬了這麼久 我也熬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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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她以前的演藝作品 唱歌之後 你不熬她就怎樣 做戲又如何呢 感覺上 表情好像只有一個表情 小尷尬 我記得看過她那套 《九個女仔一隻鬼》 她的樣子好像都是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表情 有個偶像包袱在這裡 很難說的 你演戲紅不紅 都要你肯付出 和你肯演才行的 我不知道她 她當年她是有機會的 畢竟都叫做第二把交椅 鄧麗欣都可以的時候 很差勁 所以到現在都會 拿她和鄧麗欣比較 會啊 沒有辦法 始終你們都是 一個洞出來 所以就這樣 不過這行業 就算Staffy 她也是要自己努力 才有工作 沒有的 想不想紅不紅 看看你喜不喜歡做這行業 喜不喜歡演戲 我自己對她演戲好像 沒什麼印象 雖然她這份報紙 她一開始在大陸拍很多東西 我真的沒看過 可能香港有沒有 所以古葬也有拍 但沒有看 是嗎 有嗎 小斌女在大陸也很紅 小斌女 就是關志斌 都在大陸演戲 哦 是啊 不過她 女生比較難 很大競爭 太多了 那時候我導演朋友 她回大陸拍三個月戲 跟我說 鑫仔 人族市場 她說我上去Casting 我拍三個月 你知道多少錢人民幣 做女一 一部網絡電影 你猜一下喜哥 三個月 三千元 一萬元 一個月三千多元 她說我 我覺得挺準 都準 她說為了要加入劇組 未必做女一 你讓我埋位都可以 要跟她睡的女人 不下二十個 自己 自己說可以 嘩 睡都睡不著 她說你睡之前 要不要跟工作人員睡 跟工作人員睡 再跟你睡 那些女生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自己 她們認識了 有了 是不是要這樣 這樣才三千元 是啊 她想要個機會 她當然不是想跟你睡 那你靜靜靜靜 踏腳石 做姿 搞事業 為什麼要搞這篇 那你貴一點 她想著 她想著 小奴多得 但是 有哪一套網大紅 我們這邊沒有聽過 不是這樣說的 這裡我們沒有市場 別人這麼地大脈搏 你怎麼知道 一人一元都摘死你 很難說 或者做完那些 有其他事情做 有商演 有其他事情 那不一定做什麼 但是她們很爭取這個機會 這是我某一個導演告訴我 某一個導演的朋友 Staffy Therisa 她說 我還是選擇做一個正直的人 結身自愛 希望我們做每一件事 可以坦然 坦蕩 不為心 光明磊落 開開心心 那是值得尊重的 值得尊重的 那女生這樣 最緊要做人就是 有宗旨 拿著她 是吧 雖然Therisa自己說自己不紅 那說回她的歷史 不是 是白的 是白歷史 那說 毛特兒出身 她就2002年 組合Cookies成員 身份出道 真是女團 女團不是新東西 二十年前 十九年前 十九年前 出道 大受歡迎 當年 橫掃各大頒獎禮的新人獎 人氣強勁 那時候的頒獎禮 你認識經理人 可以的 這些 不是騙 就是用來哄觀眾 韓樂人 不知道 我之前也認識一些女生 不知道是哪些電台 給幾千元 播放我們的歌 然後 年底就給你獎 怎樣用呢 獎獎獎獎後 可以在大中華區 在香港獎獎 得獎歌手 對 這期 紅到回來 這期 他們又唱歌 又跳舞 又自己歌 當你明星 如果要過堂才肥 留在堂 堂水滾堂 永遠都是15K 堂水滾堂 15K 過堂就25K 什麼叫25K 加工 沒什麼 嚇得我 無端端十幾K 你別說黑社會的事情 不是呀 是說錢 我知道 無端端在堵 其實 那些行外人不知道 我解釋給你聽 他們的獎獎 當年怎樣用 我們很實際的說話 因為都差過半個腳 進去鬼沒關 現在說回Telisa 單飛以後 他脫離了四餅 九餅變四餅 接著就一餅 單飛後 就拍電影和廣告為主 熱愛寫作的他 更陸續推出了個人書籍 就是你買的 應該是 在內地發展五年以來 就賺了不少人民幣 應該都賺到錢 如果不是都沒有住成千萬人屋 在香港 說他去年在ViuTV劇集 屬女強人 傅榮和吳千宇 一段嘻嘻戀 成為熱話 是嗎?有這樣的事嗎? 有沒有看嗎? 沒有看 我不喜歡後面那個 吳千宇是不是之前林峰那個 嗯 那個樣子 都挺金城武的 Telisa回流回香港之後 就入住 南昌站 上蓋的叫做匯曬 單位兩房間隔 嘩 實用面積468呎 市值至少1200萬 1200萬才468呎 真是可憐 而租金至少2600元 可以欣賞海景 開陽 這樣嗎? 都是 很喜歡散到地板 可以反到 住那裡的 南昌站 我知道那裡 在深水埗旁邊 都挺好的 挺好的 嘩 都 但現在的房子很貴 說到這裡 嘩 真的 我也是那個感覺 什麼? 1200萬買 四百多呎 不是吧 方便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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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自己 對 安慰自己 不是這些的 不是哪些 難道每個人都會住大埔裡面的 那些什麼 不是的 很多人 我告訴你 很多地方的樓 是不值錢的 就好像紅磡區那些 黃埔區那些 我這樣說 樓價不會跌的 我自己覺得 都不要住 又不能踩單車 我看到那些年輕人是慘 在巴士站準備踩單車 在停車場準備踩單車 新界不要住什麼 沙田不要住什麼 現在的新界都不是新界 但是有些人有一些固有的想法 嘩 遲些上水那裡說通車去機場 那些樓上水更划算 那些鐵路都 嘩 好像日本那樣 是呀 走過幾個街口又是那個站 所以我覺得有些地方 沒有的 好像之前這樣說 在某個地方 廣島區有些樓 三萬元呎 二百呎不夠 要六百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廣島區很迷信 我覺得廣島區高貴一些 你看到香港 香港頭和香港尾都不差一小時車程 有時候那些人也是很糟糕的 真的 不過都是純粹出水 你住慣沒辦法 你沒試過住別處 你喜歡也沒辦法 是嗎 說說說說那些樓 真的 我看到傅穎 你說住那裡 四百多呎一個人住可以的 可以的 一個人洗多大 太大會很恐怖 是的 抹也有時間抹 都算是 從小看到他大 看看他接下來有什麼搞作 說到潛規則 說到冰青玉潔 他不會搞這些事情 聽希哥說的 我也不搞那些事情 哈哈哈哈 說笑話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說再見 拜拜